我小的时候对缝纫机特别好奇,但一直没搞明白它是怎么缝补衣服的。 直到看完这缝纫机工作原理的视频,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它会跳线了。 这是最原始的手工缝衣服,一根针牵引着一条线,再两匹层叠的布料上下两面来回刺穿梭。 这种手工缝补法想要机械实现来这样来回穿梭显然太过复杂。 所以聪明的英国发明家托马斯山特在1790年就想出在布料上下两面各放一组线,分别是面线和底线。 面线由针眼刺穿布料带下去,在这摆缩红娘的巧妙牵线下,这两根鸳鸯线就会相会交缠粘在一起。 再由穿梭针把它俩拉至两层布料中打结永远不分开。 那么所谓的跳线又是怎么回事呢? 还是看视频,这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缝纫机,原理和前面的大同小异。 咱们来看一下第一种跳线情况。 这个摆壁没穿到绿色线里面去。 正常情况是这样的,穿梭针往回收的时候,由于线夹在布料中间有摩擦不会跟着针抽回去,下面会被挤出一个圈,这个摆壁刚好能穿到圈里面去。 咱们来看第二种跳线情况。 摆壁正常了但是这个穿梭针插到外面去了。 这就是面线跳线。 那什么又是三针五线呢?我数了下视频中确实有三根针,但是线不够五根,只有三根线,是不是应该叫三针三线哈? 其实这种术语我也不太懂,有懂得给说一下这种一般用在衣服什么地方,还有下面这种更加复杂,它也是三根线。 字幕针完z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